我們要 solve the equation 好 好 需要另外一個trick 這個trick就是 我發現就是說 這個是 N等於1 2 3 2 1 2 3 2 它的規律 對不對 所以 我已經 我已經 play這個omega的game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 這個規律是跟j有關的 所以 讓我 我可以把這個 a of j 寫成另外一個exponential 對 那 這個東西 在這種tridiaphone的這個矩陣 你未來在 在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比如說像這個 像固察物理裡面 就會看到 所以 所以 我把這個 a 寫成是某一個 real number 乘上exponential 跟j有關 然後 d d 好 確定 健康嗎 某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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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對 所以 所以這個trick 就是 這個trick 就是好 我要把 把 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這個好像是一個 final difference 的這個equation 那我把 想辦法把它變成 一個我可以解的這個equation 所以我用這個trial solution 這個trial solution 帶進去的話 我會得到 負 tau 1 exponential 負 i gamma 鑫 這 鑫 5 6 4 2 10 5 6 5 5 好 那 你仔細看就是說 我這邊雖然有j對不對 可是我用try.alpha這個形式 這邊原本應該是 j-1 gamma 所以這邊是1的ij gamma 這邊是1的ij加1 gamma 對不對 所以 可是1的ij全部都消掉了 所以我只剩下這個項 好 那 所以我有 我有這個equation 可是這兩項我可以把它合併 對不對 所以這是等於什麼 這個solution 就是omega平方 2tau m over d -tau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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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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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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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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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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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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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那你記得我的Initial Condition 我是 Q0 或者我的Boundary Condition 我的Q0要等於Qn加1要等於0 OK OK 也就是說A0要等於0 那這有什麼,這就等於A 記得我們有個A 乘上1的 A A0 Fy Delta 對 Fy Delta 那是0 對 那A0 A不能等於0 A不能等於0 所以只有real part這個要等於0 real part 我都知道delta是等於2分之拍 第二個boundary condition是Q A n加1要等於0 所以這個是等於 A的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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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1的負 1的負 二分 iπ 要等於i 負i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的real part 這個東西的real part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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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Jackie Kam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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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ign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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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個等於0的話 我的Gamma基本上就是 3加1 R 手上Pi R等於1 到N 好 所以我得到 我的Gamma R 就是等於 R Pi 3N R等於1到N OK 好 那 所以我知道我的Igon Frequency 對不對 跟我的Igon Frequency R的Igon Frequency 基本上 跟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Gamma R有關 那Gamma R 對這個Constraint 是從這個Boundary Condition來的 因為我在兩個端點要等於 要等於 要等於0 OK 好 那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 去看到我其實有兩個 兩個Modulation 對不對 一個是在 時間上面的這個Modulation 這是 對每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值點上面在做 Oscillation 可是我還有另外一個Modulation 這個 Gamma 這Gamma的 來源 什麼 Gamma的來源 是 這樣一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我Mesh Boundary Condition 我就Fix 我的Gamma 對不對 對 那這是在空間上面的這個Modulation 對 好 所以 因為有 有了Igon Frequency之後 我也可以想辦法寫下 它的Igon Vector 或者它對應的 General Solution 所以你們印數 現在還有上那個 正教函數嗎 Special函數 我是選小學科嗎 印數2 好 所以對應每個Igon Frequency 我都可以寫下一個 General Solution AR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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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這是對應每個Igon Frequency 來 General Solution 基本上就是要 這個是來Mesh Inetial Condition 的 Coefficient 封鎮 OK 就是要 把這個東西交出 Fa 好 那你記得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定義 這個 Normal mode 對不對 所以 我的這個就變成 ETAR ETAR OK Consign Consign R 好 那記得這個 BETAR 這個 BETAR 是一個 Complex number 所以 我可以把它寫成 Real part μR μR 好 記得 記得BETAR 是來幹嘛 要 match initial condition 因為原本 那個BETAR Prime 這個 這個 scaling factor 是match initial condition 這個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 再次 等於 這是假設我給我的這個initiation 好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Task 就是要找出這個 這些coefficient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 這是geaven 這兩個東西 是給定 那我要找出來這個 對應的這個 這個 μR跟 μR OK 那 這個 基本上就是 磨懂 這個敷列的極速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我們手製的這個敷列的極速 這個方法 好 我給我一個來見證題 對 這個 identity OK 我管這個 identity 對 所以 如果你還記得這些證交函數的時候 對 我基本上就是把 左右兩邊更乘上一個 我更乘上一個sin Jsπ 按起來你 這邊是sin Jsπ 三加一 然後sum over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四字 好 所以你如果play這個trick的話 就會等到 我們可以用這個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來這個 兩邊 我會用這個 好 謝謝 OK 好 当然就是说 就是有sumption 就是你知道怎么做这个 这个sum OK 好 好 那 这边是一堆数学 基本上你一定没有感觉 所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这个demovation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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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這可能是我們下次才會 這可能是 所以 我再假設所有這個 這個amplet都一樣 那我有三個指點就我就有三個normal 對不對 好 你會發現這個normal因為這個是symmetric 對 這個是一個symmetric 我剛剛是拉中間的那個上去 所以你看一下這兩個normal mode 這三個normal 那這三個normal基本上是 symmetric N等於2的時候 R等於2的時候是 antisymmetric 然後R等於3的時候是symmetric 所以你會預期就是說 基本上 因為這個是一個symmetric 所以 它跟這個的 它跟這個initial condition的時候 完全沒有這個 這個antisymmetric 這個 這個 normal mode 的amplitude 對不對 所以 你 你會發現就是說 它基本上 這個normal mode 完全沒有在動 OK 完全沒有在動 所以 它有oscillation基本上是只有這兩個 好 那 那 我可以做反過來的事情 我的initial condition 就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它只有antisymmetric的這個mode 它只有antisymmetric的這個mode 所以 它 initial condition 跟這個normal mode 對這個 在這個normal mode component 等於 因為 你不可能用一個symmetric function 去 represent一個 antisymmetric function 那這個也是等於 所以你會發現 在對時間演化的時候 只有這個normal mode 有在運動 有在動 對不對 1跟3都沒有 那當然就是說 一個general的這個normal mode general這個 這個case的話 對這個general case的話 我不是 不是針對 中間symmetrical antisymmetric 所以我的每個mode 它基本上都有finite amplitude 所以這個ample基本上就是 從剛才 剛才那個式子算出來的 對不對 好 那 這是第一件事情 讓我們 把這個 這個 Degrees of freedom 增加 OK 就是要是有6 OK 好 那你 你 仔細看 這個是我這個normal mode 就是我剛剛那個sign的那個 那個wave function 我現在如果有6個normal mode的時候 那我請你看就是說 從左邊到右邊這個normal mode 有多少次跨過零點 他沒有跨過這個零 對不對 他這個solution完全沒有跨過 這個這個這個 function 然後 這個 下一個normal mode 對 那你記得這個這個number是 Icon frequency的這個number 那 R越來越大的時候能量是不是越來越高 對 如果 因為我的omega 是proportional sig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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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pi over n plus 1 對不對 R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sign越來越大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會是能量最低的 然後 cross一次的話 能量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cross量是能量再高一點點 對不對 以此類推 OK 所以 所以 那個 這個sign這個function 這個sign這個function 是描述我在 Sorry 這個是Icon frequency 可是我剛剛有個sign j pi 什麼東西 這個 這描述 這個 這個畫出來會告訴我 我有幾個node 這個跨過0的地方我叫node node越多的話 它能量就是越高了 因為它對應的是 更高的這個 這個 這個Icon frequency 好 那 我一樣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那我已經知道我的node mode 所以我調了一個 Fully symmetric的這個 這個initial condition 對不對 我基本上只有 對應的這個node mode node mode會有oscillation 如果對應的 所以你看到的是 是這樣 那如果有一個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這個oscillation 對 這看起來是很複雜的oscillation 可是你把decompose成node mode之後 你可以看到 對於不同node mode 然後它的震盪 這個 這個樣子 OK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study這個node mode 那 這個node mode跟我們之前的 查看那些node mode有什麼不一樣呢 對 我們把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這些東西 也引進來了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string 我的boundary 我要把它fix住 那這個boundaryfix住的話 就會決定了 我的這些 node mode 對應的node mode 它在空間中如何 如何distribute 對 所以 我在兩個端點 我的這個 這個函數的值 都要stay 0 對 那 這個 而且這個 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也給我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可能的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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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波形 那基本上就是 類似像祝波一樣 對不對 類似像祝波一樣 那 我對應的這個frequency 它的波形 因為 我們剛剛解釋出來 我的frequency 是跟我的 這個 gamma有關 而gamma又是 從我的boundary condition來 然後這個gamma 也會告訴我 它在 空間中的modulation 是 是像什麼樣子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對應了一個 時間上面的 的 evolution 對不對 這個東西 這些東西 它震盪的這個 這個 頻率 基本上是 或是周期 基本上是 Omega來決定的 可是Omega又跟我的 我的這個 spatial 這個condition 有關係 所以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康史達的 二文 好 你可以出很大的 好 好 那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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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高的 高的維度 這個generalization 這個 這個 的generalization 對不對 基本上 就會對應到 至少就是我們可以模擬 晶體裡面 它的vibration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只有幾個normal mode 會有amplitude OK 這個 那如果你把這些vibration 你把這些vibration 把這些vibration 變成quantum mechanical object的話 那這個就是 變成 對應的 particle叫phonal 神 神 對 所以 你基本上在 描述 描述這個 晶體裡面的這個 震動 就會有 這些東西 好 你這邊有什麼問題 好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告一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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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